解读微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,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。 本ID就来一个大满贯,再说一天,不过下不为例,天天说股票,一周说五天,各位不审美疲劳,本ID也烦了。 看到很多人还是发懵,因此,就用这两天的一分钟图,继续说说怎样进行图解。 当然,这些图解都是可以当下进行的。 今天看回帖,好像有人希望本ID在什么QQ上及时发布什么提示之类的。 这绝对不可以,QQ对于本ID来说只是用来419的,用来说股票也太浪费了。 而且,本ID那四小时是天王老子都不能打扰的,说句不太客气的话,本ID的资金大概比来这里所有人的资金之河都多。 本ID忙着上QQ,出问题了,谁负责? 所以,最多就这样行事了,很多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多练习。 本ID最多就是一个陪练的,必须要再次强调,不熟练的投资者,一定不能全仓进行操作。 基本的仓位,应该拿着中长线的股票,部分仓位可以用来练习。 否则全仓操作,一旦来几次半生不熟的折腾。 到时候连本都没了,而且一定要注意,卖点是在涨的时候出现的,不是追杀出来的。 如果你砍了地板价,那一定不是在卖点上。 只要是赚钱的,就没有卖错,宁愿卖早,不要卖晚。 如果卖错了,就不看这股票,除非有新的卖点。 还有,有人误解,认为本ID的方法就是拼命弄短线。 这些人大概是跟孔男人学的中文,所以就这水平了。 用本ID的方法,如果你选择年限级别操作,那比巴菲特还巴菲特,大概一个年限的卖点后,至少到等几十年才有卖点,你就拿几十年吧,就怕你拿不住。 还有,如果你是按周线级别操作,那这两年,至少指数上,你根本没有卖点。 至于按三十分钟操作的,在一个三十分钟,第三买点后的中书上一中,如果这上一是从十元开始,只要不形成新的三十分钟中书,那么就算到了十万元,你还是要拿着,为什么? 没有卖点,所以那些说学了本ID理论就拿不住股票的,自己好好反思一下,究竟你学了什么? 闲话少说,看图解图,对着图,首先要确定最小分析级别,也就是说,这级别以下的,都可以看成是线段,而站在最小分析级别的角度,每一线段,就是其次级别走势类型。 三个线段重合部分,就构成最小分析级别的中书。 当然这些线段本身,可能都属于不同级别,这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了。 例如本图,最小分析级别,先规定为一分钟级别的,所以所有一分钟级别以下的,都是线段,在图上标记招数字。 所有的NN加1,都是线段,有人可能要问,一段是跳空缺口,23段上上下下,很复杂,怎么都是线段? 因为这都不是一分钟的走势类型,里面没有一分钟的中书,所以都是一分钟以下级别的,虽然缺口是最低级别的,当然比23段这种要低级别,但在一分钟级别显微镜下。 没有区别,都可以看成是没有内部结构的线段。 当然,如果你要考察23段的内部结构,也是可以的,但那就不是站在一分钟级别的基础上了。 由此可见,上图可以看成是十段线段构成的,线段中的波动,至少在分析一分钟级别的角度,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 这里有一个地方,是可能有疑问的,在23、78段五个带绿箭头指着的地方,似乎可以看成是一线段,但为什么没有? 因为在这似乎是三段的结构中,第三段的都太微弱,把图形缩小后,几乎就看不到了。 对比一下89段带绿箭头的地方,这第三段就明显不同了。 所以这是一个一分钟以下级别的上下上结构,而前面的不是。 当然,如果你一定要说78段,那箭头的地方很明显,那么78、89,就合成一线段的上涨趋势了。 这也可以,只是如果你是按这个标准的,那么所有和78段箭头位置微弱程度一样的,都要这样处理。 本ID还是按图上的标记线段,线段有了以后,一切都好分析了。 当然,在当下时,例如在今早9点30分钟,是没有后面的线段的,但线段的标准是一样的。 你可以很精细地分析56段,是一个上下上的内部结构,其中下一段是跳空缺口,但无论如何,这就是一个线段。 不过,由于前面12、23、34构成的中枢,只有一分钟级别的,那么其构成第三类卖点的次级别,就是一分钟以下级别的线段。 这时候,就要考察一个,有上下上结构的一分钟的次级别结构了,而56段,显然符合这个结构,有明显的上下上,而45段,也是符合一分钟次级别的要求的。 注意!当考察一分钟的次级别时,就不能笼统地把所有一分钟以下的,都看成一分钟的次级别了,因为这里的试点,已经不同。 显然,这个的45、56,就构成了标准的次级别离开中枢与反抽中枢,而这一分钟中枢的区间是4087、4122,而56段,直到了4077。 所以这就是第三类卖点了。 当然,在具体操作中,还可以特别精细地去分析这个问题,56段里的上下上,后上对前上的力度,从下面对应的MACD的柱子面积比,就可以判断出不足来。 因此这里就有很小级别的背驰,这都可以用当下分析的。 当然,这样的精确度,需要操作者十分熟练,并且反应与通道都十分快,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有这个可能,这里只是进行分析。 对大的级别,道理是一样的。 同样道理,67段里的内部结构下上下,后下力度也比前下弱,这从下面红箭头所指,两绿柱子面积的对比,就可以知道,所以这内部就有了背驰。 注意,这67中的上,幅度上也很微弱,但时间比较长,是一个小的时间换空间的反弹,所以是可以堪称一个上的。 更重要的是,这上市的绿柱子回缩到零轴,这就更证明了,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,有技术分析意义的反弹。 当行情走到6点时,34、45、56这三段,就可以看成是一个一分钟中枢了。 当然,这种分法和原来4087、4122中枢的分解不同,但站在多异性的角度。 这是绝对符合结合率的,当然是一个分解的方法。 这分法,就使得23、67成为这中枢的一个震荡,从而可以用力度的方法来发现背驰。 对于23、67下,所有绿柱子面积之和,显然后这小,所以就知道,67只是针对34、45、56中枢的一个震荡,必然至少回抽中枢附近。 而对67内部,用区间套的方法,进行精确定位,具体地看上一字燃断的分析。 按这种方法,7那买点的把握,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。 注意,这都是可以当下分析的,根据当下的走势,自然就能把握。 如果那七荡成是第一类买点,那么九就是第二类买点了,这符合次级别上,次级别下,不闯新低或盘整倍持的定义,对比一下二点和九点,一买一买,都是第二类的。 当然,在78里,其中的下,也是一个第二类买点,但该买点的级别,比九这点要低。 显然,这十个线段,已经组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五分钟中枢,结合方式如下。 12架,23架,34架,45架,56架,67架,78架,89架,910,该中枢的区间是4015,4122。 这一点其实由6这个第三类卖点的存在,以及后面的背驰,就可以知道,这中枢级别的扩展是必然的。 注意,这是为了示范,才分析一分钟的图,这类图是最复杂的,一般来说,级别越大的图越简单,而操作上,技术不好,通道不好的,一般不用一分钟的图,把级别放大点。 这点必须明确。 感谢您的观看,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